现在的综艺可以说是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 因此很多明星都希望可以通过参加综艺来吸引粉丝 但是随着网络的盛行 明星参加综艺节目一不小心就会昭黑 其实并不是他们有什么错 源头还是因为这些套路 套路一卖人设创造101大家都看过吧 他之所以这么火爆 终归离不开这些套路 在这个节目里一说起人设 人们最先想起的就是杨超越 开始就有了质朴的村花的人设 在节目里每次都会哭好几次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喜欢 所以人设还是比较成功的 101里有同样人设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朱天天 看过节目的人都知道 朱天天再一次跳舞的时候 在旁边大叫 不意扰乱别人的节奏 可以说是人设早已崩塌 因此早早的淘汰了 套路二 剧本在节目新武林大会中 也被爆出有剧本 导致最终选手排名和他们的实力 几乎完全相反 表现最好的毛小彤 区别周成绩却都排倒数 网友则表示为他们抱不平 这时新武林大会 艺术总监的方郡站出来爆料 这是一档综艺节目 每一期都要有几个华众取宠的点 每一期都必须提一个误导性的标题 每一个明星都会轮流做到数那一个 最后铤而走险的禁忌 节目导演王晨晨也为节目打圆场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小编看了后都想回农村了 套路太深了 这时新武林大会 艺术总监的方郡站出来爆料 这是一档综艺节目 每一期都要有几个华众取宠的点 每一期都必须提一个误导性的标题 每一个明星都会轮流做到数那一个 最后铤而走险的禁忌 节目导演王晨晨也为节目打圆场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小编看了后都想回农村了 套路太深了 套路三 找出综艺里找熟人 或者是工作人员当头 已经成功开的秘密了 在法国拍摄的综艺中餐厅二时 就有不少当地的网友爆料 假道报 不止中餐厅 另一当综艺亲爱的客栈 也曾被观众也是爆料 旅客里有多 更有大型歌唱节目 我是歌手 被媒体爆出观众都是花钱请来的 最高窟一次能领走八零零 套路四 恶魔剪辑综艺节目的后期剪辑 剪刀手 他们往往根据导演的想法 千方百计的去制作话题 从而进行剪辑 通过剪辑就可以使人物对嘉宾 或者是观众产生误解 从而引起网络的争论 进而提高自己节目的知名度 还是拿创造101举例 网友看到的章节是这样的 在节目中不好好点评选手 一言不合就大哥 但谢娜却忍不住 为他抱不平 我没有想到节目正片里面 这些教学内容一点都没有 杰哥因此还被压黑 不好好教课 还有在节目这就是节目中 罗志祥也被节目组剪辑坑了 导致他在网络上被骂声不断 被黑得体无完肤 当下综艺已经形成了这种恶性的循环 明星无辜被压黑 这种套路在节目中是极为常见的 如果没有套路 就会没有人看 从而导致淘汰 但是大多数观众都是希望看到真实的一幕